今天是2021年11月30日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8点29分 刚才耳朵突然痛了一下 我想好像声音突然一下子变大了 声音突然变大了 耳朵突然痛了一下 我看到那些滑雪的人 滑雪的人 那个空过回响 我说我为什么说声音一下子变大了呢 感觉那个在空缓的山里边 空过回响了 空过回响了 他们在爬山 爬山 这个是个 哎呀我耳朵很痛 耳朵很痛 这个耳朵痛就是 它高原反应的 趁飞机趁高了以后 或者是爬高了以后耳朵痛了 耳朵痛了 就是我现在就是爬在山上面 雪山上面 爬了 现在 现在看见又有雪了 前天不是没雪吗 西马拉雅山那边 哎呀这个头颈也痛 哎呀也痛啊 前天没雪啊 突然下雪就下雪了呀 下雪了啊 那些爬山的人呢 在里面 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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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声音没想到 空过回响 这个整个都在山谷里边 哎呀他们在里面 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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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了几千个发现还在冷静啊 刚刚 逗了几千个发现还在冷静啊 我现在我看到好多人在这也是在雪山爬上了啊 现在开始又有雪了啊 开始爬上了 爬爬爬爬爬 因为他们原来爬过这种山啊 爬过山 記得那个地形呢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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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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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Carthy 也就是说本来就一直往上爬的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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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後來那個山被騙了 imposed one by permission to climb again 他這樣就翻過來了 翻過來了 하고 Awards 翻過去呢 kafiro 應該不對啊 爬爬爬爬爬爬爬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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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他们 inseed down 空不回響 tab 空不回響呢 那聲音大一小啊 这也是他们一个判断位置的一个方法 听那个回音 听那个回音啊 今天你发现了 这一例我刚上来的声音头 我说突然要响起来 自然哭目回响 哭目回响 那些爬山的人呢 他没有很多定位的东西 他其中有一种方法定位就是自己定位的时候 要听那个声音 回音 他们怎么听都不对的 因为他们爬山的时候要找一个 他们经常这样的 要蹬什么什么风 蹬什么什么风 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他们有目标的样子 现在找不到这个目标了 然后再发现那个 我说前面两天当中 我说一个岛板 那个风板已经翻到这个岛场去了 翻到这个岛场去了 翻到这个岛场去了 当然这个岛没有位置没有那么高 没有雪 地形还是原来的地形 并没错了 地形这边还是原来的地形 地形还是原来的地形 地形还是原来的地形 但是那个原来的高处搬走了 就搬到这里了 搬到新岛上了 高处搬到新岛上了 所以那些人啊 在里面搬啊转 搬啊转 找那个新岛就回了 而且然后他们本来是以为到了高处以后是到顶峰了 然后他们搬过这个他们原来认为的顶峰 就搬到那边去了 然后呢 有的人呢 爬上就绕着这个圈圈爬了 就那个像颅旋形的慢慢慢慢上去 颅旋形的慢慢慢慢上去 颅旋形的慢慢慢慢上去 转转转转就发现他们那个颅旋爬的 从那个这里爬着就异道了 然后准备动了几个圈以后就突然发现不对了 三颗母舰了啊 突然发现三颗母舰了吧 三颗母舰了 现在关键问题 前面说到时候没雪嘛 哎呀 那个雪大得很啊 又很大的雪啊 他们也见了鬼子啊 见了鬼子三颗不见了呀 突然他们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三颗不见的时候 他们害怕了呀 他们都害怕了 每次都鸡皮跟他起来 人家都在这什么 说叫鬼打圈啊 就鬼带到他们的 带到粗的地方去了 他们就意味着 哎呀 如果鬼出现 在他们带到粗的地方去的话 那么他们就是意味着 出大事情了啊 接下来就会出大事情 也就是鬼也出现了 鬼把他们带到粗的地方去了 实际上他们就说 那些领队什么之类的 意识到粗问题了 已经被鬼带到不同粗的地方去了 他们呢就干离下山 可能灾难也发生了 可能要发生血功能之类 这样再开 一般来说 就是被鬼一出现以后 接下来他们认为就会自然 再来就出现了 就拼命往下 往下投啊 往下撤 很快就去到下面了 这么一说也不对啊 他们一系上一盒结合 下山有一盒结合 他们发现是真的粗的粗 真的被鬼带到粗的地方 因为我们下山是很快就做出山项了嘛 因为平时那个快了很多很多啊 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三下也不对 三下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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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在后来他在微信监测的时候 也发现不对了 发现不对了 他们再到后来 他们一年分多久 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他们正在猜的时候 有人提醒了 是吧 曾经在美国有人写过文章 把那个喜马拉雅上搬出了 造了一个岛 这个过程都写下来了 而且岛主是酷义忠证 这样的文章 人家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慢慢有人就写了这样 就把这个事情对出来以后 首先文章中 确认到岛主是酷义忠证 每个文章都说岛主是酷义忠证 然后呢 人家都确认了岛主是酷义忠证 以后 然后刚才我说的那个外星的飞链 一直在旋转呢 把那个岛盖住的 慢慢慢慢把它敞开了 原来 那个海水 通过地面一个张力 让船没办法靠进了 也放开了 让那些人员呢 就慢慢慢慢靠进去 找这个岛去了 找这个岛去了 这个发现真的有这么一个岛 而且上面有好多 那可疑忠人雕像在那边 哎呀 人家这个时候 我连满就把酷义忠的文章再仔细看几遍了 哎呀 发现真的那回事 真的是那回事 真的是那回事 把人家吓到了 赶紧 开始啊 大家都开始那些巨头啊 什么口气候的什么之类 气候掩套的那些人啊 杀人啊 马上去刹车 按照那个文章当中讲的 要开始清理合物质 只能就这一步了啊 只能就这一步了啊 然后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 好 再见 原来这么一回事 好 再见 再见